当代生活离不开马达 你家里的吹风机,剃虚刀,电风扇乃至你手里会震动的手机 今天几乎所有插上电能动的机器里面都少不了马达 这些马达是怎么工作的,如何打造一款强劲的马达 从1834年第一台马达诞生至今 虽然结构越来越复杂 但这些马达的核心工作原理没有任何变化 这是一个基础的有刷直流马达 内部有两个固定的磁体 分为N级和S级,称为定子 中间是转子 主要由硅钢片叠成的铁芯和线圈构成 线圈是由一根铜线以特定方向卷绕铁芯两端而成 当接入电源 线线内的电流会呈逆时针流动 根据电磁感应原理 通电导线会产生磁场 而安培右手定则则又告诉我们 将四指弯曲顺着电流方向 拇指所指的就是N级 另一端则是S级 所以由于异性相吸,同性相斥 此时转子就会开始旋转 但转到水平位置时 转子两侧与两块磁体的吸引力相等 就会逐渐停止运动 怎样才能让转子继续转动 这就要靠幻象片和电刷 幻象片是两个弧形铜片 固定在转子上,连着线圈 而石墨制成的电刷则紧贴着幻象片 固定在马达外壳上,连着电源 当电源开启 电流会经过电刷幻象片流入线圈 让转子像之前一样开始转动 而到达水平位置时,两个电刷将正好处于幻象片的空隙 让电路断开 线圈失去磁性 转子会在惯性作用下继续转动 让电刷与另一个幻象片接触通电 改变线圈内的电流方向 导致转子两端的磁性也随之改变 从而继续转动 不过这种基础管马达转子只有两组线圈 经过不同位置时磁场不同 转动时会忽快忽慢 增加线圈和幻象片的数量 可以有效提升稳定性和转速 比如你小时候最爱的旋风冲锋 里面马达的转子就有三组线圈和三个幻象片 在转动时,线圈的磁性也会变得更频繁 这颗填弓的Plasma Dash马达 最高转速可达每分钟28000转 足以让你跟小猎小豪一起做兄弟 那么这种马达的转速还可以再提高吗 我们知道马达的电压、电流和做工的效率的成绩 等于最终的输出功率 而输出功率又等于转距 即转动时的力量大小和转速的成绩 理论上我们只要不断提高电压、电流 就能无限加快马达转速 但今天的有刷直流马达每分钟5万转已是极限 而制约其性能恰恰是马达中至关重要的电刷 为了导电 电刷必须与转子上的幻象片接触 摩擦造成的动力损失在所难免 且石墨制程的电刷在高速摩擦时会产生剧烈火花 实际使用时很可能把你的电吹风直接变成火焰喷射器 解决这个致命缺陷的唯一办法就是去掉电刷 这是一个永磁雾刷直流马达 它的转子是一个圆柱形磁体 外侧有三个由线圈组成的定子 定子上装有传感器 通常是霍尔元件 在转子磁机靠近时会被激活 并转化成六种不同状态的电信号控制定子线圈电流 比如转子在这个位置时 靠近N级的R3霍尔元件会被激活 控制器就会导通两个线圈 使线圈B磁化为S级 线圈C磁化为N级 吸引转子旋转 等转子转到这个位置时 只有二号霍尔元件被激活 控制器就会导通线圈AC 前者磁化为S级 后者磁化为N级 继续前引转子旋转 不断变换线圈的通电情况 转子就能不停地转下去 这就是无刷直流电机的工作原理 这种马达转的能有多快呢 今天我们在市面上能找到最快的马达 是戴森配置在吸尘器上的V11马达 每分钟可是转十二万五千圈 是传统的有刷直流马达根本无法企及的转速 这不仅归功于无刷马达本身的结构优势 还依靠戴森在马达的材质与设计上做到了极致 首先V11马达中的线圈采用了八级设计 每秒可以切换一万六千次磁场 配合高性能的处理器芯片 让转子能更稳定高速的旋转 其次马达上用于传输动力的中心轴 必须能承受高强度的旋转 如果像大多数马达那样选择钢轴 在高速旋转时会形成一条三微米的曲线 而即便是这样的偏差都能引发破坏性的震动 所以戴森使用的是经过1600度高温固化的陶瓷轴 密度仅为钢的一半却比钢硬两倍 此外戴森还使用巨迷迷铜 作为马达中液轮的材料 这是目前市面上强度最高的塑料 不仅重量轻且容忍性极高 除了转的快 V11马达还小的惊人 只有106.4毫米高 140克重 但功率高达545瓦 相当于10台落地扇 配合吸尘器上的动态负载传感器 还能实现智能感应地面类型 自动调节功率等特殊功能 让你不仅能愉快地吸尘 更能愉快地吸猫 我是孟新一 如果你喜欢本期节目 欢迎转发支持我们 你可以在微博 微信 B站 YouTube搜索 回行真 Paybook里面 关注我们 在微信公众号后台 回复马达和获取无刷直流 马达教材 我们下期节目见 我们下期节目